这些老相机啊 给我们这台人就是 印象是最深刻的那种 曾经带给我们那些花呢 为我们家庭带来 很多美好的回忆 留下最美好的影响 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亲切 又那么熟悉 就仿佛又回到 我们那个娘亲的时光 比较半个月 到春节节目 一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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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t Ding Chun Lin isn't just interested in taking photos that remind him of the past He's just as interested in the cameras of that bygone era 开始手机 你想啊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们驾国后 驾国后就是町军招相集成 1956年成立的时候 申查的第一款查评 他这个起名为幸福牌 我觉得当时刚刚驾国嘛 来门追求幸福 向往幸福 掏望着祖国更美好的那种感觉都有 这款相机党时来说 就是比较搞当的 其实也打尾才能买得起 就是当时老百姓 也很手能买得起 六十年代你想想 就是大脚的经济收入都不高 the 300 vintage cameras that Ding Chunlin has collected include various types of camera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se vintage cameras are almost literally eyewitnesses the lenses through which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captured priceless memories 就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之前吧 就是几乎我们家庭 都没有照相机 所以说那个时候 这个照相就觉得特别珍贵 你看没到春节 我爷爷就包 我脚那些照片都是用相框 那么框起来 装在脚里最狭雅的地方 春节的时候 他又操得嘎嘎净净 因为百姨的人都来到脚里 人们都是喜欢看看 这个脚庭照片 就说 要这照得太好了 所以说从小给我那种印象 这个照片是非常神奇 它有一种扎实的作用 所以说这么一直喜欢 但是那个时候 照相机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也没有机会能接触照相机 但是有一次 我舅舅接来了照相机 我也去凑乱了去看 那么我舅舅都给我们照 都给别人照 但是他撒口人合影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了 这样的话 他就是扒了一个灯子 就把照相机就放在上面 都挑好光圈速度 对好脚 就是东西有个人啊 就像我那样的 就是你来试试 哎呀 是又高兴 又紧张 哎呀呀 硬啊 就说是那几度那手上的哈 就说是都戳哈了 就说是 所以说那个 哎呀就觉得那个照相机 哎呀太好玩了 就是说 从到那是更喜欢照相机 那个时候我们买这么一个角角 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所以说每次拍照 就是惊醒 对好脚 够好脱 这才哪动一次快没 都不舍得乱拍 你拍清晰了 那就觉得了不起了 所以说那就是个技术活 你看这个照相机 也是从网上 卡到一个相机 我就是卡到这几个字 他卡到这几个字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室内是用2.8光圈 在室外是用4.5.6光圈 速度都是用六十分之一秒 我觉得这是他代表了我们那个时代 就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照相 而且没有测广标 还想拍出好多票来 他就是拥有一个本的八方 所以说我就是随了这个信号 我也早就已经有了 但是我还买下他来了 尽管他平项不好 我也把它买下来了 我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对我们这代人就是印象是最深刻那种 这部门标准备 the shutter with a tripod is Ding Chun Lin's favorite. The familiar sound of the shutter always brings back childhood memories. 帮助球中间也是很深情的 好了,距離一点,看我这里 这是一个战绩的电影, released in 1979 电影的电影展现了一段时间 很多人的经历过去 一旦一个专业的电影 与有情感的感觉, 在这些拍摄的照片里面 再笑一点 同志 这样笑 不笑 就这么样 得啊 听您的 注意这儿了啊 丁春lun certainly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during his childhood 我们在当地等待 我们在当地等待 书行也都出哈 就是 都都 都 都 紧张的 最后就拍照了一瞬间 整个上边 左边 右边 那么 那么多灯光 一气亮 当时 嘎嘎就觉得 好像是扎在舞台上一样 给我们 这点 留下当中 深刻记忆 或是美好的记忆 Apart from the tension during the photo shoot what impressed Ding Chunlin most was the variety of captions printed beside the photographs at the time photo studios would add captions to photographs 你看 从这一点来说 就是保青春下给祖国 这是当时那个国家后洲 第一个是就是 很多年轻人 也是亚洲这种有趣去做的 所以说 就下了一家 发映出那个时代 那个状况来的 In Ding Chunlin's family album there's a precious family portrait At the time he was only 15 years old and even now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this experience is still vivid in his mind 在1995年的时候 我父亲在外地当兵 回来他请 就是想着和我们 恰恰连要拍个合影 属下是我奶奶 就是说 他就发像刀柜 找出来 就是自己最好的衣服 这个堆着金子 薯头西装刀疤 然后他刀疤好了 又给我爷爷 找出那衣服来 把最好的形象来扎下 所以说 当时对照相 都非常重视 而且当时 我们照了一个 六寸的照片 一把都是五六十个人 才舍得 照那么一个六寸的大照片 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照片 下在我 就是说最珍贵的一张 恰恰服 在中国人的相机 有一个相机的相机 在最多的地方 像这样 在这些相机的相机 还有相机的相机 在相机的相机 正在相机的相机 中有个相机 相机的相机 都可以看到 在计划相机的相机 从六十年代 人们虽然喜欢到照相瓜去拍照片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也是不适合的 大部分暂停收入都不允许你去拍照片 那么过年过节就是好像有重刀的事情 比如说有分别的时候 人们都喜欢照相瓜去拍一张照片 留念纪念 这些老相机啊 就是大多数人们都废起来 就扔在角落里边 有些都帮它镜头都磨损了 也没有镜头盖的 所以说有时候就觉得非常瓦虚 我想我保存着 不能让它再继续破坏 因为破坏一个就少一个 而且这些照相机 曾经带给我们那些花了 为我们家庭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 留下最美好的影响 怎么下载人们就这么一样了 在2012年 丁春林冠写了一篇 那些照相机的图片放在树上太大掉 也没有趣味性 也不活泼 这样的话我就开始找一些比较具有时代特征的照片 两人发愈的时候不感到枯燥 通过这一次我就深深认识到就是想 照相机就是用来拍照片的 那么只有照片才能承载着照相机的那些功能 它那些特色才能提下照相机那个价值 这样的话就是我就比这个老照片就是 哎哟 让我更远来越喜欢老照片了 就是当时这么一张照片就是很贵重的 就是价格都很高 就是应该当时都很珍惜 但是随着实际的转移 人们不爱惜这些珍贵的影响 就是经过拔脚拆卡 就是人们就都冷掉了 拔脚都滑在街坊了 这些珍贵就流了以后 你来说有些食堂了 有些他们拿来就卖了 去看他们没有 咋也不来的 咋以后咋来的 咋次要拿 咋就流了 这张照片啊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 他就叫王玉玲 是我们沙头小学的老师 所以说 哎哟 流落到这个市场上 我就觉得感到有时候很可惜 就是说是 人们也不注重这种爱惜 自己的家庭照片啊 就是家庭的时光就是说 只能通过照片来发映出来 你如果丢失了以后 你再回想回想 你家庭的时候那个模样 就是你也看到了 所以说 我有时候 我就喜欢把它买下来 我收藏起来 早晚有一天 你们会对这些重要的时刻 会引起你们的怀念 怀念那个时候 In 2016 Ding Chunlin came across a set of old photos in Shanghai Antique Market On closer inspection Ding notic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By putting the photos in the right order he could tell the story of a woman's life 当时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 就照片后边都写着他的名字 他叫程佩英 他家庆的时候 特别喜欢拍照 你看就是这张照片 这是最早的照片 这是十四岁 民国二世起家冬天 这是民国萨士家的时候 拍的一个 这位一看就是 当时就是一个学生这个撞书 是在上学的时候拍的照片 民国萨士尹家的时候 他19岁 他是不断地在拍照片 几乎每年都拍一个 你想嫁过以后 他也是继续拍 这是刚刚嫁过吧 就是他拍的照片 这是1964年 6月17号 他在上海 第二来照相馆 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是1972年 8月30号 全城的话 是不是上海一名 方志昌 施压史 花宋 乌林同志留营 从这张照片上开 就能发现他能够工作 大为了 通过这些照片来看 就是当时照相是很昂贵的 他几乎每年都照 甚至一年都照了多次 不同的照相官 不同的姿势 他是非常爱媚 爱生活那种人 所以说这作咒片 就是卡六以后 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珍贵 有那么多深复 hade我 能够工作 是一个圣植 客圆 的 在《落山静》 你能够工作 这张照片的拍摄完全拍摄了时间的过程 他们也记得丁琴琳的年轻, 当他工作在工厅 这就是相当初我们长最早的八广楼 我工会我就在这二楼工作 就是当时是保龄家 就保保雕的工会来 这个找一些那个积极分子 合影照 我都是大多数都在这里找的 就是拍照的 我是已久79年 19周岁 擦脚工作来到这个工厂 当时我们厂就保杀家族投资厂来 那时候是统一分配 分配到你那个厂 你就得到哪个厂工作 你看 这就是我原来八广的地方 下站 都没有人挂离 这个已经飞起了 就是这个 曾经我就是 这个我们工会主席在这个八广楼工作 我就在这个八广楼工作 我就坐在这里 你看那个时候 我们城一个领导到北京去买了一个小相机 这个时候我就把所有城的那些状况都拍下来了 所以说那些照片应该是非常珍贵 应该是一个工厂的夹材 发展的一个历程 我当时把那些照片来 我差不多保存在工会那厨子里面 当时我也没觉得这些照片真贵吧 就是应该 就是这样的 在1997 due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enterprises Ding Chunlin left the factory to start his own business a decade later their efforts having paid off Ding and his family were living a better more prosperous life it was around then that Ding Chunlin's thoughts turned to the old factory After some inquiries Ding Chunlin learned that the old photographs of the factory had indeed been preserved by one of his former colleagues 哎呀太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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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唱了 高光弄啊 这是咋唱了 圣语比赛 这次这都是我像 是啊 还有你配的 你配的 嗯嗯 嗯 你配的应该是 哎 嗯 这是逃十架老婆 上去里下去 上去里下去吧 嗯 哎呀 我一直 就是 经常想 就是说哎呀 咋唱了 小樓肉皮 哎哎 我觉得就是随了 那時候是當時照的是一般貨 但是就是卡了又太親切了 熟悉的人 熟悉的場景 就是你看就是文藝牙齒 你看卡這些人 哎呦 當時的多年輕了 就是卡了以後就是太親切了 你看看 咋太熟悉了 沒辦法這麼熟悉了 每一張照片都是那麼親切 都那麼熟悉 大事又有這麼陌生 就仿佛又回到 我們那個鴨青人時光 每次來的工廠 真是那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既親切又心酸 這就是我們曾經那個工廠嘛 就有時候就這樣吧 卡到這個空空蕩蕩的大禮堂 原來都是李阿姨 好像那種花生秀魚 卡卡那些照片那些 大叫那姓高采烈的那些場面 就是歷歷在目 誰在上邊唱歌 我們那個小約隊 為誰巴奏 就是仿佛在雅家 特別是我們工廠 從藏爪炒那種老工廠 到駕駛還有 比較下代化的一個廠方 我把我們工廠 發展變化 工人的面目 我們那些 鴨青的面孔 都拍下來的 所以說我就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它最起碼是有石料的價值 是對我們那個時代 恰恰瓦瓦的工廠的一個縮影 是我們保持人家在顯壁的一個縮影 其實說實在 我真的不是什麼收藏就是 就覺得有保存起來 對那些老工人 那些老技術的人 有一種敬仰我覺得 人家破壞了 冷掉了 是對他們最大的不尊重 他們那種一線為國家 一線為雷明那種 那種敬价 我覺得這是 老大人值得尊敬 值得懷念 值得收藏 就是通過收藏這些物價 來對鬧的時代 對鬧性 連維鬧中 死相的一種淨堂 就是 有多久的雷尾 我不是說 其實有很寧 要不怕 那是不是 非常害怕 會是 有多久的 有兩種淨堂 你這個 有兩種淨堂 有兩種淨堂